从哪里下属 我们也曾经研究过 过去 李老师指导我们这批学生 教我们 是福毁命 住持正法 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要通达佛法 第二个条件 要通达世间法 世间法 他老人家就举个例子 思苦劝述 通达佛法 你自行化它切理 通达世间法 你就切记 这多重要啊 那我们得学两个根 一个根是德行 就是第一次归感应品 十三一道 德行 这是一个根 第二个根 文字 文言文 告诉我 至少要熟读五十篇 滚 你就有能力 阅读文言文 也就是说 三藏根四窟 你文字障碍就没有了 如果能够熟读一百篇 你就有能力 写文言文 告诉我们 这两个根本呢 需要两年的时间 可以完整 两年 一百个星期 一个星期就熟读一篇古文 两年 你就能熟读一百篇 两年同时 把弟子归感应品 十三一 这三个根 如果出家人 差四个根 沙弥律 通通能做到 你就是佛菩萨的根基 圣贤君子的根基 换句话说 你有资格 有条件 有能力 成圣 成贤 成佛 成菩萨 你有多大的成就 全在你自己 真诚 恭敬心 的程度 决定是成真别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